两户打通的百屏大宅 要还原成独立两户生活机能 只剩一半的屏数 就要有同样的格局配置和收纳需求 Joanna会如何完成 无主赋予的任务 延续原有的生活习惯 在这个47屏的空间中呢 首先在这边要非常恭喜Joanna 在我们的Muse Design Award里面 得到两个大奖 其中一个奖是装置艺术的影奖 另外一个是室内空间的金奖 特别要提的是我们装置艺术这个部分 就是室内的软装 得奖是台湾第一人 恭喜Joanna 谢谢 其实刚听到这个好消息的时候 其实我也很惊喜 我很谢谢我的客人全然交付 把所有的硬体跟软装 交给我们全权负责 才能完成这么一个完美的案子 那再来其实我觉得 软装是未来的趋势 那其实在我们的很多案子 其实我们都非常着重在 软装设计这个部分 那我很谢谢国际评审对我的肯定 确实 因为把所有的东西交代给设计师 就可以很放心 就直接入住就好了 那大家如果想要看到这个得奖的作品 就是在我们上次台中很漂亮独栋的别墅 可以到幸福空间的网站 再去看这个作品 那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空间 其实逛了一圈 非常有Joanna一贯的殖民室的风格 屋主怎么找到你的 这原本是一个一百多瓶两户打通的中古宅 原本它是一个很传统的设计 整间都是浅射木皮的柜体 但是因为住很久了嘛 十几年了 那其实Sona就是越来越不服使用 那它其实一直在 这几年一直在做局部改装 其实它非常困扰 那之后他们决定就是说 把两户摆平的空间改回来一户的时候 它就上幸福空间 那找它喜欢的风格 那它一眼就是看上我们的设计 因为它很喜欢法式像春风 很少听到已经两户打通之后 又要恢复成为单独的空间 这样子的话在格局上面 好像蛮难的 是有一点挑战性 那因为这原本是两户一百瓶的空间 其实它的收纳 它的东西其实都是要非常多的 那其实我必须要把一百瓶的部分 把它全部融在五十瓶里面 在这个格局配置上 其实要花很多时间去想怎么设计 那在收纳机呢 其实我们每个尺寸都要算得很精准 那这对我们来讲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哇 其实这比老伙伴是还要难 因为等于基本上是 重新再把一个完整的家 全部比划起来 我的管线 我的水电 还有我的格局 全部都重来一次喔 是啊 那像我们刚刚今天一进来的时候 这个动线蛮有趣的 是一个转折的感觉 我们就是沿用屋主的习惯 它一进来就是需要一个大玄关 那我们在玄关 其实做了一个鞋柜的设计 跟一个卧踏穿鞋椅 那再来转进来还有一个次玄关 那雨昕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在玄关这边有设计一个储藏间 有耶 这储藏间收纳很大很完善 因为它需要一个很大的储藏间 放鞋子啊 然后重点是我们还有做一个很大的穿衣景 这整个的玄关其实非常有 而且玄关平常今年的这一种感觉 这一次我们看到的地砖还有壁纸 又有不一样的亮点出现了 因为这是妈妈跟女儿住的房子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风格会比较优雅一点 所以我们在地砖就选了一个 鸡蛋化的六角砖的设计 那我们比较特别是它的田缝 我们特别用灰白色 然后让那个六角砖更有特色 在壁纸上面的选用 是用两种不一样的颜色 在玄关我选了两种壁纸 那一个是蓝色的 那一个是灰白色 那这两款壁纸其实它有一个共通的特点 它都带金色的线条 因为屋主他们非常喜欢金色系 其实今天的双玄关很有趣 除了多增加一点隐秘 其实在生活上面就感觉多一点点的 趣味性 那在今天的空间 其实多了一个客用的卫浴 原本的格局其实是没有这个空间的 对不对 对 原本这里是一个客卧 加一个很小的厕所 那我们把这个厕所加大 然后粪管我们作为一条 那原本的客卧我们就变成了厨房 因为接近入口处 那我们把它做成隐藏门 做成线板的方式 然后跟视玄关的部分就是做呼应 推开这个隐藏门进去 整个蓝色系的浴室里面的花装 哇 就是Joanna的发饰风格 进来这里好有异国的感觉 除了格局要符合屋主原本的生活动线之外 展示收纳机能也要配合长年的习惯 Joanna妥善利用空间把琴房书房合并 再与客餐厅串联 营造开阔的视觉效果 每个角度也都利用展示柜座端景 将屋主多年的流离收藏 尊贵地展示出来 在整个公共空间 有我们的客厅 餐厨区 还有我们的书房 整个空间做成一个串联 做的是个开放式的感觉 我们在客厅选用莫兰迪的灰蓝色 搭配我们壁面的一个大地的色彩 在这个客厅其实我们在柜体的部分 我们就是做适当比例的白叶矮柜 因为它可以透气 我们所有电器全部都是隐藏在里面 电视柜这边我们有做一个玻璃的置物柜 这个展示柜其实可以收藏它喜欢的琉璃 在客厅的壁面 我们一样用莫兰迪兰的线板 让客厅更为包袱 一新年没有发现我们在客厅的家具 比较特别是走混搭风格 有 我看到里面有太师椅在里面 对 这组太师桌椅是好朋友送的 它非常有精英价值 我觉得也很特别放在这个空间 这组沙发是旧有的沙发 我就搭配帮它做定制抱枕 把沙发的特色把它挑出来 因为太师椅跟皮沙发 它都比较重色的一个咖啡色系 所以我挑了一个浅色的灰幕色茶几来做呼应 另外其实因为屋主它有养狗狗 那我就设计了一张宠物家具来送它 那在现场也更为有混搭风格 哇 这样子的混搭风格 真的可以展现出Joanna在软妆上面搭配的能力 不愧是我们台湾第一个得奖的设计师 好厉害 那来到我们的餐厅其实我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屋主跟女儿 就坐在这边吃早餐聊天 他们就说以前住在百平的空间 其实大家各自在自己的空间没有这么有名距离 但这样子规划之后 他们是很喜欢这样的氛围感的 是啊 因为他们原本的习惯就是有吧台 那餐桌就是在吧台旁边 那其实餐桌的旁边就是一个书房区 那我在这个空间里面 其实就是沿用他们原本的习惯来把它设计成 有吧台区 餐桌区跟小书房区跟寝房 而且女屋主的习惯因为会一边吃的东西 一边看电视 所以我们其实在侧边就坐个电视柜对吧 我们在餐厅区就放了一个电视在这里 然后他们在吃饭的时候都可以看看新闻 然后看看电视这样子 像这个餐桌区整个的颜色跟后面的花棧 就是Joanna的风格 对 因为我们希望这个风格整个是融合的 所以其实在这个餐櫃区 我们就采用比较浅色的一个灰蓝色 然后去呼应客厅的一个深蓝色 在这个水槽的花森 其实我们采用比较殖民风的蓝白色 然后它去呼应它的柜体 在这个青石区的吧台上面 它有设计一个水槽插座 让它可以泡泡咖啡 还有洗洗手或是喝水这样子 屋主也收集了很多锅子 所以其实在水槽下的台面 其实我们就设计一个玻璃柜 让它漂亮的锅子都可以展示出来 上方其实它也收集了很多玻璃杯 上方也是我们也是采开放式的一个玻璃展示柜 让它漂亮的玻璃杯其实都也可以展示 是 其实我们侧边也不浪费 那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展示柜 所以从外面进来 它就是一个端井墙的感觉 上面就有好多漂亮的琉璃 是 我很喜欢进来做这一整面的采光 做了这些木板叶之后 其实这边下面都是收纳空间 是 因为其实它户外的建筑景 其实没有很漂亮 那其实我们就是在窗边做了木板叶 除了有隐私 那其实它也可以透气 对 也可以采光 我们利用这个机灵的窗边的位置 那设计一整排的收纳柜 那让这个收纳机能更为强大 那还有就是让餐厅啊 其实更好使用 也可以满足屋主担心的这些收纳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好贴心喔 在台面上 Joanna其实还多安排了几个插座空间 所以未来如果有一些小家店 继续能够放在这儿 而且听说女屋主很会做菜 所以这一次呢 帮女屋主打造了一个功能 非常强的一个厨房空间 原本在这个空间 它是没有厨房跟阳台的 那于是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 就是设计了一个L型厨房 那跟一个工作阳台 当然我们也不浪费空间 我们在窗边 其实我觉得那个空间还蛮舒服的 那我们就特别在设计一个 MOSI的一个流泥台 让它更好作业 所以你屋主其实在转身的时候 一个转身就是流泥台 一个转身也有就是洗手的这一方 是 因为在这个尺寸 我们都算得很精准 所以在这个空间 可以同时让两个人使用 这个洞见都是一开始就规划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厨房的风格 感觉比较现代感一点对吗 对 因为屋主他其实很喜欢 二房设计 那其实在这个厨房 我们就用二房设计的 捷径刚考来做设计 因为他说他要好清理 可是因为我们有想要让它有乡村的混搭 于是其实我们在壁面 我们就挑了一款 比较殖民风的一个壁砖 那它延伸到地面上面 其实我们是采用木纹砖 让它整个地面更好清理 而且我发现机能很强大 整个收纳都是整面的 打开来也会有冰箱 因为屋主希望它的收纳机能要很强大 所以其实我们在厨房整个的整盒里面 冰箱有三个 是 那在这个厨房其实它有零食柜 那还有就是在冰箱的对面 它有整盘的收纳柜 跟电器柜 那另外其实厨房它是一个 有油烟的地方 屋主需要把它做一个拉门 然后把它隔离起来 所以我们在厨房做了一个 灵动门的设计 那它不影响动线 那让空间更为开阔 那在厨房的门片设计上面 我们采用毛玻璃 让厨房可以有透光的效果 今天的空间 我们宫跟丝是完全的分开 我们的门一推进去之后 哇 私领域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是 因为我们在宫领域与私领域 中间做一个双推门的设计 那这个双推门其实一进来 其实就很像走到欧洲的一个 廊道的感觉 那也就是在凉下 其实我们做很多收纳 在Joanna的每个案子里面 其实卫浴空间都是做得非常精彩 那这一次的卫浴空间呢 把原本过大的尺寸变得小一点 但其实还是很大耶 因为这个浴室其实原本很大 那可是因为女儿跟妈妈 她想要共用一个浴室 对 所以我们在浴室设计了一个双脸盆的设计 那还有就是妈妈跟女儿 她们都有各自的进食 那下面都有很足够的一个收纳会的设计 是 那整体的设计走的是个灰色调 但是层次感又不一样 对 因为我们地面的设计 我们下面是采用灰色的花砖 那上面我们用灰白色的树砖 然后来做设计 还有地面是用木纹砖 然后让整体就是更为协调 是 因为在它泡澡的空间 其实它跟一般的浴缸不太一样 其实我们设计比较低 让它一脚就可以踏进去 比较安全 在浴缸的台面 我们就是采用大理石来帮它设计 在浴室空间我们还配置一个电视 让屋主可以很放松的泡澡 那还可以看着电视很轻松 比较特别其实我们在洗手台的部分 有做一个隔间墙 上厕所的时候比较有饮食 在柜体的设计我们就是采用木设 那来呼应整体的灰色 其实在森林空间规划是两间房间 其实一在门口看就知道哪一个是女主人的房间 因为这个雕花的门片做得真的很优雅 对 因为女主人喜欢优雅风 所以其实在门片的设计我们就是采用 线板雕花的形式来去帮她做门片的设计 因为女主人她喜欢浪漫的紫色 那于是我们其实在整体的色调 以藕紫色为主 那重头我们就是藕紫色的 整个重头壁板的设计 线板设计 电视墙我们就是用金色的一个 几何图形的一个紫色壁纸 其实在整个主卧房里面的收纳做得满强的 对 这个主卧房其实就是睡眠区 然后还有就是更衣间 那更衣间其实她的收纳机能非常强 我很喜欢这个骨仓门 跟外面的风格又不太一样了 而且我注意这一场 Joanna利用了很多凉下的空间 包含我们女主人房 我们一进门凉下这个空间也做了这个的矮柜 所以收纳上面真的是女生最重要的事情 是啊 那我们走到隔壁 女儿的房间又是不一样的风格咯 对 女儿她其实喜欢北欧风 所以就我们用比较利落的方式去帮她做设计 那北欧风就是木设跟白色 所以她女儿房主要设计就是木设跟白色为主 我看到女儿房其实一整面木设的这个柜子 用的好像是德国的进口的系统柜对吗 是 因为我们其实在整场的系统柜 其实都是采用德国的系统柜 系统柜它其实是很制式的尺寸 那尺寸其实是有些部分其实是需要木工来协助 然后来做收纬的 那门口放香水这个柜体也是用系统柜做的吗 是啊 也是用系统柜 那其实在这个柜体比较特别其实还有一个拉径 哇 真看不出来系统柜跟木工其实是可以完美的来做结合的 是 其实影信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在这个房间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房间也是有做更衣间 所以其实是我在妈妈的房间跟女儿的房间其实都有设计更衣间 而且我很喜欢是女儿房的更衣间其实有很棒的采光 因为外面其实柜体够了 所以我们的更衣是只要做下面的矮柜就可以 就让光线可以全部的偷出来 是 因为我们就是保留窗户以不封窗的形式 然后让光源直接可以偷进来 比起常见的装潢案例 这间双拼大宅改为独立户的设计案 可以说是无中生有的将格局重新建构起来 不仅要规划新的水电管线 还要融合屋主旧有的习惯 收纳也要充足 加上细腻的软装配置 完全展现了Joanna坚强的设计实力 想欣赏更多简尾棋设计师的作品 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